这一幕应该怎么也想不到 在网络中竟存在一个关于自己黑暗面的病毒 事情是这样的 由两位玩家跋山涉水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建造基地的平原生物群系 因为当时凌晴夜晚 所以没有大同干戈的建造基地 只是在一棵树下挖出一个简单的庇护所 而这个庇护所正是怪事的源头 后面玩家外出收集探索 但在回来时 发现里面竟刷新了只摸影人 见此玩家微微一笑 上去就是一辅 利用身高差距 成功击杀了他 只是在挂掉的一瞬间 画面突然扭曲 好在下一刻就恢复正常 或者挺让玩家吃惊的 既然没啥影响 他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继续原先的生存计划 其实后面的情况 就慢慢开始有些诡异起来 玩家在河边中挨小麦 便准备返回基地 可打开门 剪前的一幕让他有些摸摸摆缩 又刷新墨影人了 而且还是两只 利用相同的办法 没多久 玩家就全部解决 那第一次是巧合 这第二次 总不能还是巧合吧 难道说低低位置 是捅到墨影人老婆了 所以才会源源不断的刷新 然而对此的看法 是附近有个黑暗洞穴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墨影人的刷新仍在继续 并且愈发的离谱 第三次刷新是在外边 当时玩家都有点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在大树底下 竟有五只墨影人 这放在鼠世界 显然有些不合理 而那五只墨影人 在注意到玩家 就依次消失在树后 这种种奇怪行为 不禁让人感到些毛骨悚然 至于他们消失的地方 什么也没有 朋友认为一些 关于墨影人的怪事 正在发生 临近黄昏时 两人都回到了基地 但基地里 这次却没有再刷新 什么墨影人 见此情况 朋友认为玩家 可能是运气比较好 所以才会接连看到 随后朋友回到地面 准备建造一个安全区 玩家因接连的遭遇 有些心神不宁 很担心下次的情况 所以便将基地的高度 以及入口处 全填出为两格 这样即便有 也方便击杀 做完这件后 玩家便去寻找朋友 朋友说了件 很奇怪的事情 游戏明明不是和平 但他却找不到任何怪物 但是其中除了墨影人 没错 朋友也看到了墨影人 数量有三只 并且还在一块 朋友担心被攻击 便没有上前 随后他们穿上盔甲 准备去看个究竟 可就在一切准备 就去前往之时 基地附近 忽然刷新了几只墨影人 比较可怕的是 他们现在看到的 并不是全部墨影人 在位于地下的基地里 还有更多的墨影人 严家的事情 已经不是MC机制能解释 只能是故障 朋友认为 击杀风险太高 便提一离开基地 让他们刷新掉 两人跑了很远 直到再说森林 才停了下来 但就在他们准备折返时 树冠上 突然闪过一道黑色身影 他们并没在 神秘黑影身上 花费太多时间 因为严家还要 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基地的墨影人 回去之后 墨影人是消失了 但取了带着的 奇怪末地时 让两人深感不安 另外原先白方的物品 也全部消失 这时 一道黑影 冷不丁地出现在房间里 Dream 但却是黑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